国师预言,江家女是紫微星下凡 有助于设计,圣上欲取之 然而圣上已先活女子为野兽 在女子身上练刺青,若不好则包皮弃之 醉喜在女子下身放红枣,取出食肢已壮阳 满城贵女,弹之色变 江家女哭晕了三次,逼我替她入宫 上一秒我还哭得肝肠寸断 下一秒我却在洗澡内笑出声 我终于可以开始我的屠杀计划了 一,把她给我按死了 江怀柔竖着眉头目冲冲闯进来 吩咐家丁将我按在泥里 她抜起袖子,抡起胳膊 不顾自己江府大小节的身份 啪啪啪三声打在我脸上 我还未感觉到痛,脸颊已浮起一片红 她累得直喘,却仍不解气,疯了一般尖叫 我哭哭啼啼,害怕得像只鸡,心里却在狂笑 当今国师在朝堂上很有话语权 她预言江家女乃是紫微星下凡 对江山设计颇有注意 皇上听了国师的话,预迎江家女入宫为妃 入宫为妃本是光耀门眉的大好事 可满城的贵女却万万不想要这份恩宠 当今圣上,癖好特殊 她的寿园中饲养了无数珍奇异兽 有波斯进贡的狮子豹子,还有金贵的波斯猫 其余种种,是所罕见 养着这些奇珍异兽 比养一个妃子开销大许多 圣上心血来潮,以美女为野兽,是常有的事 除此之外,圣上喜欢刺青 刺青手艺需要练习 她便拿后宫女子们练手 若成品不满意,便要包皮焚烧,毁尸灭迹 圣上最让人闻风丧胆的一个癖好 便是石阴枣 所谓阴枣,便是将红枣塞入女子下身 放置几日后拿出来实用,听闻可以壮扬 圣上喜欢猎奇 往往将数十枚红枣一起塞进去 若塞不进去,便拿刀子划开部位,硬塞进去 若塞进去拿不出来 便剖长破肚,直到拿出来为止 因而姜怀柔才会如此害怕崩溃,拿我发泄 可我一点都不害怕,我甚至有些期待 皇上正变态吗? 我倒想与她过过招了 我故作懦弱胆怯 不住地给姜怀柔磕头,大小姐别生气 皇上的圣旨还没下,或许还有机会转环 转环,国师之言 圣上向来,姜怀柔忽然一噎 眼神在我身上流转,兴奋到浑身颤抖 对呀,我怎么没想到 你这个贱人可以替我进攻啊 哈哈,我浑身一领,下破了音 大小姐饶命,大小姐开恩 我知道,我越求饶她越会让我替她入宫 姜怀柔蹲下来,一把钱住我的下巴 阴森森眯眯着双眼 阿娃喊,你生得如此貌美 连我这个女人看了都心动 留在府中,难保你不勾引府中男子 不如送你入宫,两全其美 你这般银皮浪骨 搔手弄姿,定能讨皇上喜欢 没准皇上一高兴 会在你下面赛上一百来个红枣呢 哈哈,姜怀柔扭着腰枝得意离去 我哭喊着求饶,却被家丁一顿暴打 然而我心里却是期待的 阿达,阿妈,我终于能入宫了 那里才是我真正的战场 我阿娃喊,要做一个魅惑军心的妖女 更要做一个白忍成金的战士 二,皇上很快下旨 赵姜家女入宫为妃 这并不让人意外 我换上姜怀柔的衣服 端庄耻重地接了圣旨 姜大人和姜夫人频频秒我 生怕我举止粗鲁,被太监看出端倪 为首的太监确实在打量我 他牺牲说道,姜统领 此乃姜家大喜之事 应当喜气洋洋才对 可姜小姐打扮得如此简朴 这马上就要进宫了 万不可失礼才好 姜大人浑身一抖 刚才逼我换上姜怀柔的衣服 有些匆忙 忘了带各种拆环首饰 眼下我虽穿着绫罗绸缎 头上万间却空空荡荡 陈,陈定会准备丰厚的嫁妆 得体的送女入宫 是,是,姜夫人生怕太监怀疑我有假 忙摘下自己头上的各色头饰 戴在我头上 手腕上的沉重的金镯子 往我手上一套就是四个 太监满意地点头 如今姜大人也该换换称呼了 从今往后 娘娘首先是皇上的妃子 其次才是你姜大人的女儿 姜大人和夫人顿时一愣 哪里肯将我放在眼里 然而他们没有办法 这一切不都是他们亲手策划的吗 于是,二位忍着恶心 朝我磕头时咬牙切齿道 娘娘万福 我忍着讥笑 淡淡道 父亲母亲不必多礼 演了一出戏 送走了太监 姜夫人反手给我一耳光 贱人 嘴角顿时渗出血迹 姜大人冷着脸拉了夫人一把 你这是做肾 她即将入宫 岂能被你打坏了 姜夫人冷哼一声 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一直惦记着贱人的身子 别胡说 姜大人怒了 我没胡说 不然你为何要将她一个孤女 从战场上捡回来 不就是贪图她的美色吗 啪的一声 响亮了耳光 姜大人指着夫人鼻子 就算我有这念头 也轮不到你跟我闹 你跋扈多年 不许我那妾 自己却连一个儿子都生不出来 若不是看在你母家富甲一方 我早修其令曲 我心中连连冷笑 想再戏耍他们一番 于是跪行到姜大人脚边 哭得惹人怜爱 大人若有意 我甘愿为妾 不 哪怕是个通房爱奴 我也是愿意的 只求大人收了我 别让我进宫 我特意强调爱奴二子 姜大人很明显地心动了 但很快被李治压住了狂乱的思绪 而姜夫人则被我气得倒退三步 捂着心口 你 你这个贱人 我打死你 我躲在姜大人身后 怕急了 大人 救我 我好狐媚 我好喜欢哦 姜大人仰手打过去 助手 你个泼妇 我咬着帕子低头憋笑 憋得好辛苦 三 三日后 我由皇宫脚门入宫 被嬷嬷安置在仲华宫 握着手中的喜帕 等皇上传照 然而天懵懵亮了 皇上并未召见 听伺候我的宫女锦素说 昨晚皇上饮了露血 照了三名男宠侍寝 玩到银石方歇 早朝都上不了 此时正在请宫休息 后宫娘娘们 听说我入了宫 却并未得照性 还不如三个男宠 要而对我大肆嘲讽 说什么紫卫星 说什么有助于江山设计 皇上不喜欢 一切都是空谈 我神情淡淡地回应锦素 知道了 锦素意外地看着我 娘娘您不怕吗 我反问他 怕什么 锦素咬了咬唇 不敢接话了 他以为我会怕皇上 怕后宫的娘娘们 我心中吃笑 表面却要装装柔弱 既然入了宫 一切都听皇上安排罢了 我又能如何呢 用过了早膳 我说要补觉 锦素趁我入睡 鬼头鬼脑地出了中华宫 我冷笑一声 在这宫中 我谁也不信 四 我以为皇上要休息几天 没想到 当晚他就来了兴致 传我事情 锦素比我还兴奋 将我打扮的花枝招展 俗不可耐 我任他摆弄 累得他满头薄汗 然后才摘下璀璨珠翠 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入宫前 父母叮嘱我要低调 不可惹是生非 这些华贵珠宝 我通通不要 锦素一副被耍了的表情 我穿着素衣 跟着传照的太监走了 知道的说我去试请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去带校 我坐在寝殿内 皇上推门而入 待继一股酒气 他身形魁梧 长袖一挥 戴上房门 取着蜡烛走过来看我 我感觉到他的呼吸凝滞 正义眨不眨地打量我 抬起头来 皇上带着几分醉意 嗓音浑厚 语气炙热 我抬起珍珠般的眼眸 千娇百妹 柔情似水 一瞬间 皇上挣住了 烛火中 我倾国之姿 美艳绝伦 莫可逼是 让皇上倒吸一口气 辣油滴在他手上 他仿佛没有知觉 爱妃美貌 令震心神动荡 如此震撼人心的容颜 我近到了今日才见 他颇为遗憾 说完将我按在床上 撕碎了身上的素衣 下一秒 他瞳孔忽而放大 整个人陷入一种 巨大的亢奋中 我感受得到 我挑唇一笑 将腰带解下 翻身将皇上压在身下 我知道他口味重 没关系 我比他更重 贫妾得罪咯 我调皮一笑 毫不客气地 用腰带将他双手捆绑 系在床头 皇上眼里的亢奋 掀起巨浪 快 爱妃快来 太阳这下巴 极为享受 素衣扔在帐外 除了我和皇上 没人知道 那一身素衣下 我只穿了一条薄纱 若隐若现地遮住胸口 床板咯吱咯吱 响了半夜 直到最后 皇上搂着我的细腰 贴着我耳盼疲憊笑道 爱妃 你真叫朕欲罢不能 皇上第二日又没早朝 但为我封妃的圣旨 小玉六宫 我被封为陈妃 陈乃北极星所在 可作帝王代称 更有紫微星之意 我不明则已一名惊人 整个后宫都嫉妒疯了 他们原本想看我笑话 想看我被皇上冷落 又或者被皇上折磨死 但他们没想到 我不仅没死 还踩到了不少人头上 他们见了我 要恭恭敬敬 唤我一声陈妃娘娘 皇上连着半个月 都塑在我宫里 半点媒体要在我身上刺青的事 更没往我身体里 塞过一颗红枣 他说 中原女子很少有长相 如我这般瑰丽名艳 勾人心魄的 因此他格外珍惜我 可他错了 我根本不是中原女子 我不叫江怀柔 我本名叫阿瓦罕阿伊提 我的家在天山脚下 五 我得宠的是 很快传到江府 江大人和江夫人 忙不迭地请止进宫 来看我这个所谓的女儿 皇上搭允了 可我却提高了警惕 皇上向来厌恶嫔妃母家 恃宠而娇 不懂规矩 江大人如此做派 显然不合理数 而皇上允准了 大约是给我几分薄面 忍而不发 这笔账若是日后算起来 当然是记在我头上 江大人这是在给我找麻烦 入宫见了我 江大人夫妇跪在地上磕头问安 我心安理得寿了 打发了旁人 请他们落座 江夫人一改往日拔护轻蔑 对我笑脸相迎 握着我双手问我好不好 我装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模样 大人 夫人 眼下我虽在宫中得宠 却过得如履薄冰 生怕做错事 给江家惹麻烦 我如今的身份是江家独女 我受宠 江家变长脸 我失宠 江家必受牵连 江大人 江夫人 你们可一定要帮帮我呀 不然 以我这般蠢笨 怎能应付得来 说完 我又开始窝窝囊囊地哭 我想 我这番看似是弱 实则敲打的话 他们应该听得很明白了 江大人和夫人对视一眼 立刻问我 娘娘你有什么需要的 尽管叫我们去办 我微微一笑 任由眼泪挂在脸上 并未擦去 大人 我想要些民族服饰和香料 以此故宠 大人知道的 我是西域为族人 当初皇上派兵出征西域 江大人是副统领 他在战乱中捡了我 只知道我是维族人 并不知道 我的真实身份和家族姓氏 江大人撸了一把胡子 那我便去一趟西域都护府 也不是男士 我装作万分感激 多谢大人申恩 阿瓦喊莫尺不忘 临走时 江夫人问我 当今圣上 真的有传闻中那么残暴 有过之而无不及 只是暂时没对我下手 前几日我亲眼看着皇上 砍掉一位官女子的四肢 喂给波斯雄狮吃 可我却笑着说 怎会 传闻不足信 江夫人狠狠松了一口气 笑得开怀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讽刺一笑 送走了他们 江夫人哪里是关心我的处境 她是看我如今受宠 又没被折磨 便想找个由头 把她女儿江淮柔塞进宫里 两人刚走 我就开始盘算 如何应对后宫的算计 皇上虽然忍了江大人 但后宫的娘娘们 却未必不拿此事做文章 果然 三日后 姨贵妃组织后宫嫔妃 去汤泉宫沐浴 皇上也去了 六 嫔妃们穿得清凉 如意朵朵水仙 绽放在奶白色的温泉里 皇上命我侍奉在侧 我故意没擦干净身上的水珠 任由头发湿漉漉披在后背 打湿了薄薄的琴衣 那琴衣贴在我身上 勾了出我的身材线条 皇上看我的眼神机遇喷火 我包了颗葡萄 浇滴滴喂给皇上 像豆宠物一样 乖 张嘴 啊 我带着小小的放肆 皇上不仅没怪我 反而龙烟大悦 他不顾旁人 一把将我打横抱起 跃进汤匙 水花见了其他嫔妃一脸 皇上将我身上的琴衣撕碎 仰头大笑 我称怪他粗暴 锤打他胸口 激烈的反抗 反而让他格外高兴 看吧 男人就是贱 忽然 一道不合时宜的声音传来 陈飞娘娘皮肤如此白皙 若能刺上花朵 必然更得皇上欢心 煞时间 死一般的寂静 皇上脸上看不出喜怒 瞧了瞧方贵人又瞧了瞧我 喜欢刺哪里 胸前好不好 或者后腰呢 皇上 请刺 皇上微眯着双眸 忽然爆发洪亮的笑声 陈飞 慎得振心 我微微一笑 往皇上怀里柔弱无骨地靠着 能得皇上亲手刺青 乃嫔妾之幸 一贵妃立刻说道 皇上和陈飞妹妹恩爱非常 真让人羡慕 来人 快把皇上的刺青工具拿来 方贵人在一旁暗戳戳地笑 刺青工具拿来 皇上的眼神在我身上犹疑 欲一般的肌肤 没有一丝瑕疵 所有人都等着看我笑话 我却主动对皇上说 贫妾很喜欢天山红花 皇上问道 那是什么花 天山红花 脆弱却又骄傲 绽放时无比热烈 染透一整个山坡 如果要被刺青 我希望身上开满家乡的话 皇上悠悠道 那一定很美 说完 他提起工具朝我走来 我浑身汗毛竖起 双腿绷得笔直 心脏跳入肋骨 忽然 皇上一把拽过方贵人 方贵人吓得一声尖叫 皇上冷笑 怎么 方贵人就这么害怕 被震刺青吗 方贵人脸色铁青 不不 贫妾高兴还来不及 只是贫妾不如 臣妾妾白皙 恐怕配不上天山红花 呵呵 你自然是配不上的 皇上眼里闪过很利的韵怒 但却适合练手 说完 瑞丽的工具 狠狠刺投方贵人的胸口 他惨叫一声 鲜血染红了衣袍 皇上根本就不是 在拿他练习 一针针都是在要他的命 仲嫔妃尽若寒蝉的 离开汤泉宫时 我妖劳慵懒地窝在皇上怀里 回头逆了一眼方贵人 他脸朝下漂浮着 鲜血染红了整个汤匙 他不该惹我的 我比这宫里任何一个人 都要阴狠无情 人与人之间 忙忙比的是谁 更能豁得出去 我早让人在皇上刺青的工具上 涂了剧毒 今日若是我被刺青 我便不打算活着出去 回到寝宫 皇上要我要得疯狂 甚至是暴虐 我几乎就快招架不住 想反客为主骑上去 却忽然被皇上狠狠扇了一耳光 我一下子震住 皇上力气甚大 我半边脸立刻红肿 他一把揪起我的头发 在我耳边阴森森笑道 从你入宫那天起 我便知道你的身份 安娃喊 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 我浑身血液疏地凝固 心脏骤停 皇上冷笑几声 抓起一把红枣 我瞳孔瞪圆 嘴唇颤抖 一个字也发不出 下一秒 一把红枣被皇上强行塞了进去 气 那些红枣被蛮横地塞进身体时 我忽然生出很大一股勇气 我决定铤而走险 置之死地而后生 于是我抓起床边的金簪 奋力刺向自己的驳梗 皇上震惊 打落我手中金簪 你做什么 我哭得伤心 皇上竟然打我 那便是厌恶我 既然如此 为何不杀了我 我 皇上静一下子无语了 这是我第一次在皇上面前哭 哭得十分惹人怜爱 当初江大人在战乱中收养了我 我一介孤女 无父无母 没有依靠 只求有口饭吃 国师欲言 江家女士紫微心下凡 可皇上不知 江家大小姐 肥头大耳 虎背雄腰 若进宫 恐怕会吓到皇上 这才拿我顶屁 我若不从 一来对不起江大人救命真 二来江夫人会打死我 三来抗旨不尊 乃是大罪 无论如何 我都没有选择 贫妾身世可怜 孤苦无依 对蒙皇上圣恩 在这宫中跃于时光 已是贫妾毕生不可得的温暖 贫妾死而无憾了 说完 我高扬头颅 露出白净的脖子 深邃的锁骨 皇上扬起手掌 又放下 再扬起 又放下 我的眼泪顺着脸颊滑落 无限委屈道 贫妾爱惨了皇上 不愿皇上生气为难 皇上动手吧 皇上喉咙一紧 半嗓 温声说道 我没想杀了爱妃啊 我心中一笑 知道自己一通胡周八扯 先发制人 比跪在地上 求皇上饶命有效 皇上不杀我 我也无颜面苟活 就让贫妾自尽吧 皇上赶紧抱住我 心疼哄道 爱妃别哭了 朕的心都要碎了 我锤打皇上的胸口 乃兄乃兄撒娇 那贫妾的心呢 说着 我抓起皇上的手 贴上我的胸口 皇上你摸摸 可感觉到我的悲伤了吗 皇上的呼吸瞬间热了 我 我感觉到了 感觉到了 她把我压在床上 动作温柔多了 爱妃 朕真是拿你一点办法都没有 刚才打疼你没有 是朕错了 让朕柔柔 我不 我任性起来 皇上打了贫妾的脸 贫妾自残行贿 从此闭门不出 皇上您去别的娘娘宫里吧 说着 我就把皇上往外推 不走 朕不走 皇上赖在我床上 朕就要跟爱妃在一起 朕错了 朕错了 皇上九五之尊 从没跟任何人道过歉 但那天 他抱着我软软的腰肢 说了无数次 朕错了 朕好爱你 他塞进我体内的几颗红枣 也被他一口一个吸出来 我抓着床褥 忍着心中不断掀起的呕吐感 与他缠绵了三天三夜 他再如何说爱我 我也十分明白 他并不信任我 他调查我的背景 若不是被我一通撒娇胡闹 又以美色诱惑 他怎会卸下防备 这之后 皇上封我为臣贵妃 我妖妹一笑 这一仗赢得好险 八 皇上既然知道了我的身份 那我只能把江大人卖了 我得先把自己摘干净 树立了一个孤苦无依 可怜弱小的形象 若皇上要怪 就去怪江大人吧 他也不冤 若皇上要诛九族 那便诛吧 可我猜皇上不会杀江大人 因为他深信国师之言 他会再娶江家女 因为他是紫卫星下凡 皇上果然这么做了 他下旨再娶江家女 对外就说 我是江大人义女 皇上下了这样的圣旨 百明知道了我的身份 江大人吓坏了 传输信给我 锦素将信帝给我 我余光看他一眼 锦素 你伺候过几位主子 锦素警惕地看我一眼 回娘娘 奴婢一共伺候过两位主子 你当我是傻子不成 我轻飘飘一句话 吓得锦素扑通跪在地上 我喝口茶道 七年前 太妃暴毙 听闻就是你侍奉的茶水 但因为证据不足 你被暴打一顿释放 五年前 你伺候过佳嫔 没多久 他就被皇上剁成肉泥 喂了老虎 三年前 一贵妃有孕 你那时在火房烧火 九个月后 一贵妃生下一个死胎 听说生产用的产入垫子 就是你扑的 从那以后 人人都说你是扫把星 你被赐给太监做对食 三天后 那太监密闭在洗煤池里 锦素微眯着双眸 声音微寒 奴婢天生贱命 不 你很有用 我笑着看他 若不是你进宫为奴 你弟弟如何有钱娶媳妇 你父亲哪里有钱娶三房一太太 你家人一英华销 都是你用命换来的 锦素瞳孔颤抖 娘娘 这些您都知道 我让江大人调查过他 我华贵璀璨的护甲 挑起锦素的下巴 你也是个可怜人 如我一般 都是被人利用的棋子罢了 锦素看我的眼神有所变化 你入宫七年 一直被人说是扫把星 晋升不成 反而要与太监做对食 你甘心吗 锦素的眼里 火星似箭 我灿然一笑 装作心无诚服 你既然跟了我 我便不会亏待你的 锦素朝我磕了个想头 我让他下去 这才打开信 江大人问我宫里发生了什么事 皇上竟然插穿了我的身份 为何没有降下雷霆之怒 我懒得与他多说 只告诉他 务必让江淮柔 吃成个大胖子 否则弃君之罪 我也无力扭转 等待江淮柔进攻时 前朝风波叠起 终于有人将矛头对准了我 我早就预料到了 我往贵妃已上一趟 摸着皇上赏我的波斯猫 看着窗外白雪握红眉 那就来吧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就 皇上传我去了大明殿 他服案脱腮 样样不乐 见我来 他将我抱到软垫上 我摘下护甲 给他包葡萄吃 皇上似有烦心事 烦 烦得很 可说与贫妾听听 依贵妃的父亲 乃当朝宰相 他近年你刚入宫不到三个月 未有子嗣 就被封为贵妃 与理不合 那皇上如何打算 我堂堂一国之君 给谁封妃 还要他管 我像只小狐狸般 依偎在他怀里 贫妾不懂这些 贫妾只想与皇上日夜在一起 恩爱到白头 妃卫也好 贵妃也好 都不如皇上与贫妾的情谊重要 皇上听完 哈哈大笑 我轻蔑地看他一眼 收敛表情 从怀中掏出一幅草图 皇上你看 贫妾闲来无事 想了这么一个好玩的东西 这是何物 这是一个巨大的争笼 看样子 可装得下两人 是呢 皇上乃是天下公主 吃过诸多肉类 却未曾吃过人肉吧 皇上向来残暴 果然 他眼神一亮 对呀 我怎么没想过吃人肉 真不知 这人肉是什么滋味 我嘻嘻一笑 贫妾也未曾尝过呢 因此想了这么一个大争笼出来 皇上当即拍掌 我得好好想想 把谁放进去争争看 我悠悠一笑 并未作答 但我想 这人选很快就会有了 江大人看了我的信 不敢不把姜怀柔 制成大胖子 若不如此 岂不是欺君大罪 若要反悔 不让姜怀柔进攻 也是不行的 皇上已经下了圣旨 除非姜怀柔死了 否则必须进攻 姜怀柔进攻那一日 累死了两位教夫 皇上正与我饮酒时 听说了这件事 连泽三生 真有这么胖 回禀的太监擦擦冷汗说 回皇上 当真很胖了 我搅着帕子 猝着眉头说 皇上 去看看姜姐姐吧 皇上连连摆手 不去不去不去 我撒娇道 去看看吧 姜姐姐毕竟是紫微星下凡啊 王母娘娘下凡我也不去 皇上缩着脖子 皇上只去看一眼 若不满意 立刻就走 好不好 乖嘛皇上 皇上深叹一口气 去了姜怀柔的寝宫 后来谨肃告诉我 当晚皇上去看了姜怀柔 烛光下他满面红油 毛孔粗大 皇上一脚踹翻了姜怀柔 撒腿往外跑 为了让姜怀柔快速增肥 姜大人四处求医 短时间增肥 不是贱荣一事 我特意找了个庸医 包装成神医 姜大人急忙招入符 给姜怀柔增肥 庸医用了各种低端手段 快速增肥 急伤身体 姜家人为了保命 顾不上女儿容貌有损 不因欺君之罪诸九族 已是万幸 皇上被姜怀柔恶心透了 跑到我宫里住了半个月 未曾上朝 后宫流言纷纷 说我是狐妖转世 魅惑军心 皇上与我在花园饮酒时 正好听见两个小贵人 在骂我狐媚 皇上立刻将两人打死 扔去寿原 半个月后 太监来报 说那巨大的蒸笼 已经做好了 我嘴角几乎压不住地上扬 就听皇上洪亮地喊道 这么说来 可以吃人肉了 去 把姜怀柔恶母猪给我捆了 我要拿她的肉 请和公的嫔妃吃火锅 我几乎就要笑出声 赶紧掐了自己一把 勉强逼出几滴泪 皇上 万万不可 皇上 您忘了 她是紫微星下凡 皇上大秀一挥 拉着老长的脸 震 从未见过 如此绑大妖元的紫微星 说完 兴冲冲地去看那口大蒸笼 等众人散去 只剩我一人 我抱着枕头 哈哈大笑 十 姜怀柔如一头年猪 被五花大绑 嘴里塞着臭麻布 捆在自己寝宫里 见我来 她呜呜地朝我求救 我蹲下身 拔出臭麻布 她立刻喊叫 救我 阿娃喊你救救我 我饶有兴致地欣赏她的脸 入宫前 你有没有照过镜子 姜怀柔眼里闪过寒意 我娘说 你向来懦弱胆小 很好利用 入宫后 我有什么事尽管找你 却没想到 你不是来救我的 而是来嘲笑我的 阿娃喊 你是不是忘了 当初你像狗一样 被拴在我家采访 我和母亲抽你鞭子 你只有求饶的份 你现在反而给我白几谱来了 你信不信我把你以前那些丑事 全给你宣扬出去 我站起来屁腻她 然后抬脚 狠狠踩在她胖乎乎的小手指上 啊 我的手 是的 你的猪手 断了 姜怀柔痛得倒吸凉气 说不出话 我秉退众人 房里只有我和她 我干脆坐在地上 看她那副蠢样 大炮轰炸了我母族所在的草原 草原上数万百姓 成群结队的牛马 被大炮轰炸的尸体 横飞血流成河 开战前 我父王曾写信给江大人 信上说 开战可以 但请不要虐杀百姓和牲畜 江大人满口答应了 并说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可结果是什么呢 是江大人趁夜偷袭屠杀 我父王为了救人 分拨了一批士兵支援百姓 带着另一批人杀了出去 我父王手下只有三千骑兵 愣是与江大人 带的一万精兵打了四天三夜 大退敌兵治愈门关 保护了其余百姓 而我的父母 兄长 姐姐 全部战死沙场 我是家里最小的孩子 他们不让我上战场 我顺着战死的马匹 找到了父母的尸体 我父亲身下压着我大哥 他被大炮炸掉了双腿 我找到他们的时候 身子都凉了 我母亲万箭穿心而死 他紧紧握着我两个姐姐的手 他们被乱刀砍死 我抱着家人的尸体 哭得几乎断气 我实在无法将他们安葬 只能一把大火将他们烧成灰烬 后来 我乔装成孤女 混入流民中 被江大人发现 其余流民皆被屠杀 只有我被他带走 当晚就要侵犯我 然而军中有江夫人的弟弟做士官 他监视着江大人 江大人行动不便 我才没有施了清白 我自嘲一笑 不过呢 我早就将清白 尊严 生死 看得没那么重要了 一个心里只有仇恨 化身魔鬼的女人 还在乎这些吗 我站起来 知道我为什么与你说这些吗 江淮柔吓疯了 他已经猜到了自己的下场 是的 只有死人才能保守秘密 我脸色一变 吩咐吓人 在江淮柔身上 割出上百个血道子 再将他舌头割了 不许他喊叫 打扰后宫安宁 最后将他淹自在岩缸里 走出江淮柔寝宫 我深吸一口气 刚刚下过雪 空气新鲜 万类俱寂 紧速说 江大人送来了娘娘 您要的东西 我买一点头 回宫瞧瞧吧 江大人还不知道 他的宝贝女儿 已经被我弄死了 而他 为了帮我雇虫 八百里加急 八八地送来 为族服饰和乐器 他除了帮我别无选择 他的女儿 根本不可能受宠 只有我能赞保江家 但他不知道 从他带我入府那天起 便是在养虎为患 十一 除夕夜宴 皇上宴请众嫔妃 与众大臣 皇上不立后 我与一贵妃 一左一右地 坐在皇上身边 此前 国师云游四方 他瘦了些 也略微黑了些 整个人看上去 格外精明强肝 我朝他行了个礼 他还我一礼 然后再无眼神交集 皇上与他聊了许多 最后问及紫薇星一事 国师拱手道 紫薇星已于数月前 重回天宫 皇上不必再为此事费心了 哦 这么说来 江家女对朕的江山 也没有注意了 国师沉声道 没有了 台下一片怯怯思语 我看向江大人和江夫人 他们脸色惨白 汗流加倍 皇上大笑几声 哈哈 那太好了 朕可以放心吃了 来来来 端上锅来 台下架起柴火 熊熊火焰燃烧 十几个人 抬着一口巨大蒸笼 里面装着一个沉重的东西 众人还以为是棉珠 蒸笼口被一块红布盖住 看不清里面是什么 皇上并未解释 与众轻喝酒 热气蒸腾 看样子是蒸熟了 我对皇上说 江大人帮我寻了不少民族服饰和乐器 我想赏他们品尝人肉 皇上此时正喝得高兴 因而同意了 来来来 接手赐予姜大人 姜大人一正 赶紧跪下谢过皇上 工人们拿了一把大刀 架着梯子爬到蒸笼边缘 切掉一只手 放在盘子里送给姜大人 姜大人和夫人感激涕铃 叩谢皇恩 吃了几口 觉得味道和口感都很奇怪 我冷眼瞧着 姜夫人忽然浑身一抖 脸色煞白 姜怀柔是段长 每每打我都非常疼 此刻姜夫人看着那熟悉的段长 浑身颤抖 姜大人吓得连吞口水 战战兢兢问道 请问皇上这是何肉 皇上悠悠道 此乃人肉 姜大人一屁股坐在地上 满头大汗 众轻哗然 不敢动快 这时舞姬上前表演 一群美人挡住了姜大人 看向我的怨恨视线 我想 他应该明白过来了 从来都是我在利用他 高端的猎人 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 我利用他 给我一个流民身份 皇上要查 也查不出我是西域公主 然后我再借姜大人的手 送我入宫 他此时恨毒了我 却不能把我怎样 我朝皇上迎一笑 请容臣妾去更衣 皇上搓搓手 兴奋极了 爱妃快去 说吧 皇上拍拍国师的肩膀 你不知道 我的爱妃舞姿绝美 今日是你有幸的见哪 国师悠然一笑 能见陈贵妃跳舞 是臣的荣幸 可他怎会不知道我精妙的舞姿 少时 他弹的一首好琴 我则为他伴舞 阿达曾有意将我许配给他 若不是一场炼狱般的战争 或许此时 我们已经有孩子了 12 我戴一顶红色躲帕 穿金线刺绣的砍肩 里面套一条红色树腰长裙 裙摆坠满了珠宝 我光着脚 随着奏乐 在一面大鼓上起舞 忽然下起雪来 我的鼻尖冻得粉红 皇上痴痴地看着我 一下也挪不开视线 一舞过后 所有人都为我鼓掌 我抬头看去 国师眼中闪着跳跃的火花 仿佛还是那个 眼里只有我的少年狼 而皇上误以为我在看他 他放声大笑 把我抱起 姨贵妃的视线落在我身上 阴阳怪气道 妹妹的服饰格外精美 看样子颇为用心 我笑了笑 皇上命我在除夕夜宴献舞 不敢不用心 这一身打扮倒也说得过去 只是解救我听门 妹妹在偷袖凤袍 难道是在打皇后宝座的主意 皇上嘴角的笑容突然凝固 她自登基那日起 就下指不立皇后 曾有个妃子打过做皇后的主意 被皇上活活烧死 从那以后 皇后二字成了后宫禁忌 皇上看向我 我一脸茫然 陈贵妃 你有没有 啊 凤袍 我见都没有见过 请皇上明察 姨贵妃冷笑一声 可有人告诉本宫 近日你总是秉退旁人 躲在寝宫秀凤袍 妹妹若要自证清白也好办 带我们去你宫里一搜便知 我故意看了紧肃一眼 装作愤怒心虚的模样 皇上眯了眯一眼 朕也不想冤枉了你 不如就去一趟重华店 于是好好地除夕夜宴提早结束 众臣离宫 国师看了我一眼 也告辞离去 皇上与众嫔妃 浩浩荡荡到了重华店 他们都盼着从我宫里搜出凤袍 一件华贵无比的制服 被扔在地上 上面绣着一对凤凰般的金色翅膀 皇上眼神立刻变了 目冲冲指着他问 陈贵妃 你最好给我解释清楚 他身后 嫔妃们在暗暗嘲笑我 姨贵妃不等我开口 毕生呵斥 来人 把这个痴心忘想的 我皱眉一鹤 谁敢 殿内安静的可怕 没人敢上来动我 我微微抬头 冷冷看着皇上 皇上当真不信我 皇上明仅存 我抓起地上的衣服 这图案根本不是凤凰 乃是神兽众鸣鸟 众人不解的看过来 姨贵妃急了 众鸣鸟 不可能 他上来抢过衣服 愣住了 上面的图案 确实是与凤凰 十分相似的众鸣鸟 虫鸣鸟是上古神兽 能打败年兽 袖在衣服上以求平安吉祥 我瞥了皇上一眼 他眼神为米 已知道错了 我又说道 诸位看仔细了 这宽大的制服 乃是一件起衣 而非凤袍 是我特为皇上所致 皇上眼上背喜交加 伸出手来就要抱我 爱妃 是朕误会你了 朕 只听不薄撕裂的声音 我当着众人的面 凝笑着撕碎了起衣 不 不 皇上出手制止 但已经晚了 我精心呵护的长甲 也被掰断流血 我微喘着粗气 扑通跪在地上 请皇上打发我去冷宫 臣妾心寒游胜天寒 我错了我错了 爱妃你快起来 地上凉 我别过头不看她 皇上急坏了 不顾自己身份跪在我面前 爱妃快快起来吧 朕心疼 我继续别过脸不搭理 众妃哪里见过 皇上如此第三下四 一个个目瞪口呆 惊讶万分 以贵妃最先反应过来 声音颤抖 皇 皇上 您堂堂九五之尊 怎可贵嫔妃 我立刻补了一句 请皇上打发我去冷宫 皇上哀嚎一声 够了 她站起来指着一贵妃 我马上就要哄好陈贵妃了 你多什么嘴 皇上 你 一贵妃不可置信 皇上拔出随身携带的配件 一剑划伤了一贵妃 鲜血鼓鼓涌出 后宫众妃花容失色 跪了一地 耳等都听清楚 以后再敢冒犯我的爱妃 我拉你们去喂狗 皇上陪着笑脸 将我扶起来 爱妃 可不要生气了吧 啊 我冷着脸站起来 眼眶泛泪 强撑着没有哭出来 更让皇上心疼不已 皇上打算如何处置 皇上则问一贵妃 你是听了谁的谗言 污蔑陈贵妃 一贵妃立刻指向我身边的锦素 是她 是她向我发誓说 陈贵妃袖着凤袍 我都是被她误导了 皇上速速将这个奴婢发落 给陈贵妃出气 锦素吓坏了 哆哆嗦嗦像个安蠢 不是这样的皇上 是一贵妃让我 啊 皇上已经将锦素刺了个对穿 她口吐鲜血 怨恨地看着一贵妃 死不瞑目 我则冷冷地看了眼皇上 皇上这是在保护一贵妃 这是场不大不小的误会 她不会为了此事杀了一贵妃 她父亲乃是宰相 在前朝树打根深 她不会轻易损害一贵妃和宰相的颜面 因此 杀一个小小的锦素 便是平息此事最好的办法 可我却不会轻易放过一贵妃 13 一贵妃要害我已不是一次两次 她安插锦素在我身边 我一开始便知道 我假意让锦素投靠我 又表现出对她的格外信任 锦素不是个简单丫头 她两边都不得罪 两边都监视 她一边将我偷袖衣服的事 告诉一贵妃 一边又将一贵妃给我下药的事告诉了我 于是我捂着心口洋装心疼 来人把本宫的要端上来 店外 一个小宫女忙将要挽端来 皇上诧疑问道 爱妃哪里不舒服 我凶她 皇上还信我吗 近日我总心口痛 皇上要不要去查太医院存档 皇上嬉皮笑脸 是朕错了 别气了 来 朕得吹吹 亲自为爱妃喝药 她一勺一勺地喂下去 我喝了半碗 忽然小腹剧痛 我惨叫一声 跌进皇上怀里 皇上脸色大变 爱妃你怎么了 传太医 快传太医 我晕了过去 姨贵妃的爵子汤药笑猛烈 我晕了两天才行 太医说我不可能怀孕了 皇上握着我的手 竟然哭了 可我在心里却笑了 不能生更好 我问道 皇上 是谁要害嫔妾 皇上气得脸皮发颤 是姨贵妃偷换了你的汤药 我将被子蒙在脸上 哭得凄惨 皇上见我如此伤心 下旨将姨贵妃打入冷宫 将宰相发配到梁州做刺食 姨贵妃母家 便算是倒了 我知道 只有我切切实实地受伤了 皇上才肯下定决心 处决姨贵妃全家 当初 挑唆皇上出征西域的 便是宰相大人 如今 她从庙堂之高 被打发到江湖之远 不知做何感想 更不知 她会不会猜到 在她被发配的路程中 会有一批尾祖武士 砍下她的头颅 后宫彻底冷下来 只有我的重华殿 灯火通明 歌舞喧嚣 皇上沉溺在我的温柔香里 我编着花样的迷住她 让她三个月未曾上朝 从冬日到春日 她在床榻上与我欢愉 根本不会知道 国土已是大半 西边西域人公来 北边打紫围剿 半成风火半成烟 后宫无人敢与我抗衡 因此没有人会顶着 人头落地的风险 闯入重华殿 把皇上揪出去 前朝 有被人销售的宰相 坐前车之剑 没人敢给皇上禁言 就算禁言又如何 奏折根本不会 交到皇上手里 而皇上向来以众国师 国师隔三差五便来请安 告诉皇上天下太平 可高枕无忧 面对百官 国师一边敷衍着派兵应敌 一边说皇上龙体谦安 暂不能上朝 前朝与后宫 接在我和国师的鼓掌之中 有些头脑灵光的妃子 已经花重金买通内官 帮助逃出宫去 我岂会不知 但我不会管 他们跟着挥拥无道 暴虐成性的皇上 上半辈子已经很悲哀了 我何苦还要困着他们的下半生 皇上对我越发信任 到了死心擦地的程度 就连睡觉也要搂着我的手臂 不许我离开半步 我知道时机已到 某日我心血来潮 让皇上带我去看 外邦进贡的昆仑奴 昆仑奴也性未逊 吃生肉喝鲜蟹 虽为人 但皮肤漆黑 行动敏捷 到了奴园 我惊讶到 这就是昆仑奴吗 皇上威震四海 各国嘲讽 竟然连昆仑奴也进贡来 皇上喝了很多酒 被我奉承得美滋滋晕乎乎 脚步虚浮 他搂着我 一副挥施方球的样子 只要爱妃喜欢 朕的一切都是你的 我笑眯眯看着他 意味深长道 皇上此话当真 当然 朕岂会失信于爱妃 那么 若我要的是皇上的江山呢 皇上明显愣了一下 嗯 我脸上的笑容逐渐消失 显出鬼魅模样 昏君 去死吧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 我一脚将他踹进昆仑奴坑中 昆仑奴立刻扑了上来 行动如野兽般 撕碎了皇上身体 他的四肢乱飞 身体被砍咬掏空 流出五脏六腑 皇上发出不似人的惨叫声 很快被分二十支 没了声音 空气中满是血腥气 鲜血溅在我脸上 我提前吩咐 饿了这些昆仑奴好几天 皇上喝多了酒 根本没发觉昆仑奴腥腥红的眼睛 我兴奋地浑身站立 抹掉脸上的血 举起双手仰头大笑 阿达 阿妈 我做到了 我做到了 十四 皇城被外敌踏破那日 我穿好维族服饰 拿着江大人为我寻来的民族乐器卡龙琴 爬上大名殿的屋脊 弹奏气势恢弘的破阵曲 西域士兵进攻而来 皇城士兵不战而逃 皇宫内燃起熊熊烈火 夕阳燃蟹 我手指弹破出血 却感觉不到疼 一曲终了 我累得气喘吁吁 心情却格外畅快 喊沙声中 一双有力的手臂将我抱起 我嘀呼一声 看清来人 正是国师 他穿着围族男子服装 微笑看我 我勾住他的脖子 任由他带我飞下屋檐 稳稳落地 安娃喊 城已破 我带你回家 他一句话 轻而易举把我惹哭了 我哽咽道 你有家 我却没有了 他为了掩人耳目 给自己安排了家的父母家的妻儿 但妻子对他情意缠绵 百依百顺 夫妻多年 已经假戏真做 生有一男两女 我虽爱过他 却不喜欢夺人所爱 我从他怀里跳下来 捧起他清冷面旁看了看 答应我 好好活着 好好对你的妻子儿女 他没心微醋 安娃喊 我们从长计议好不好 不好 我回答得很干脆 低头时流下一滴眼泪 仰头时已换了一副笑脸 我不想在西域见到你 你永生永世 别来找我 否则 我不保证不杀了你的妻子 夺人所爱 我向来 不是什么好人 我骑上一匹快马 披着长剑 急迟而去 我在城隍庙 找到了沦为乞丐的江大人江夫人 自从江淮柔死了 江夫人变疯了 国师告诉皇上 紫微星已不在江家 没几天 皇上便废了江大人的官职 将其贬为庶民 国师又暗中助力 打断了他们双手双腿 让他们乞讨为生 再见面 他们已经认不出我 我也差点没认出他们 他们老的不像话 颤微微抱着个破碗 匍匐爬过来 求我赏点饭吃 说实话 我在看到他们的这一刻 脑子里闪过放他们一马的念头 但围族百姓和牲畜被炸飞的画面 立刻浮现眼前 我眉头一皱 眼神很利 抽出长剑 贯穿了他们的身体 15 国库里的银子 基本被我搬空 存在了成交一个不起眼的钱庄 钱庄主人 是我在江府认识的一个丫头 我被江夫人打得半死时 是她看我可怜 偷了要救我 她为人真诚 不喜欢讨好主人 于是被府中管事认为是木讷纯笨 给她安排的都是利己活 其实她心里门清 她接触不到主人 主人更不会注意她 因此她为我办事便方便些 我给她钱 让她帮我张罗了一个钱庄 她平日里沉默不语 做起事来却很稳妥麻利 再者 由我推波助澜 江家很快败落 谁会记得一个粗食丫头的去向 她藏在那个不起眼的钱庄 改头换面 做起了掌柜 我带着她 拿上钱 去了西域 路上我发现 有国师的人一路暗暗护送 我复之一笑 并未拆穿 一路平安地到了西域 我用那些钱重建家园 饲养牲畜 日子如白居过戏 转眼过了五年 我已成为西域的王 巡视军营时 我看到一位少年将军 一身漂亮的肌肉 郑翅伯与人摔跤 连上六位武士 我勾唇一笑 问身边侍奉的人 那是谁 回王上 那是在五年前征战中原时 斩露头角的少将 我抱着双臂 饶有兴致地看着他 别人还以为我在督战 因而高喊道 不可松懈 王上在看 那少将低喝一声 来了个漂亮的过肩衰 扬起阳光的笑脸朝我看来 伺在桃上 全体都在为他喝彩 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鼓掌 不如今晚 就赏他来给我表演过肩衰吧